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烧香会招惹英灵进家门 一起来听 如今有着越来越多人开始接触佛教 为了寻找心中的佛 他们现在都有着去寺院烧香拜佛的习惯 但是真正拜佛之时却忽视了许多东西 没有认真对待 所以有时候拜完佛心情还会更加浮躁 其实烧香拜佛也是有着讲究 尤其是不要这样烧香 不然会给自己带来不幸 一 上香的讲究 首先 我们知道 上香是佛教的一种特殊的礼敬仪式 而另两大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就没有上香礼赞教主的仪式 可对于寒荣法界的佛教来说 鸟鸟的香烟一升起 就可由上香者的相应心 而勾结不同法界众生的到来 如果上香者心相应的是佛菩萨 那佛菩萨就一定能前来应供 如果心相应神仙 那神仙就会来应供 如果心相应的是大仙 那大仙就会来应供 如果心相应的是鬼类众生 那鬼类就会来应供 可悲的是 很多人并不懂这些上香的隐意 而随意上香 也许为了味道好秀 比如饭店或歌厅的卫生间等 也许是为了好玩 岂不知 当你毫无目的地染上一炷香的时候 恰恰是你的厄运开始的时候 因为那些隐藏在肮脏角落里 多结的暗物质们 开始睁开了他们的 心松的充满渴望的双眼 你可能已经被盯上了 这也是为何 饭店及饭店的卧房 或造杂的歌厅 以及灯光阴暗的咖啡屋等 经常隐藏大量灵体的原因之所在 其次需要我们知道的是 上香除了心相应的原理外 还要注意上香的时间 给佛菩萨上香 除了最好在初一十五的清晨 上一炷香之外 对于平时诵经持咒的修行者 应于每天清晨 给佛菩萨上一炷香 一炷香是三支 燃尽的时间 最好与您做功课的时间相应 也就是说 如果您的功课 需要一小时才能做完 那么就烧一小时 可燃尽的香 如果是四十分钟能做完 那就烧四十分钟可燃尽的香 以此类推 以功课的时间 来决定燃香的时间 但如果过了晚间九点 高僧建议 无论是供佛 还是做功课 就都不要再燃香了 因为此时至凌晨五点以前 正是孤魂野鬼 亡两精魅出游的时间 此时段燃香 极易招致恶灵附体 导致自己或家人的恶极与霉运 说了上面这么多 你应该明白了 上香不可以不分时间的随意上 否则必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将这些麻烦 通称为冤亲债主 而一旦招惹了他们 可不是那么容易 便能够解决掉的 轻者恐怕也得封一阵 比如无故脱衣裸奔者 突然昏迷倒地者 重者可能会封一辈子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等 二 上香礼佛二十四问 其一 上香礼佛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寺院是佛教徒陪福修会的场所 古称丛林 通常在寺院大雄宝殿上 供奉的叫释迦摩尼佛 是古印度晋范王的太子 后出家修行 在菩提树下正道 成为大彻大悟的绝者 是佛教的创始人 被佛弟子尊为世尊 本师等 上香礼佛的真正意义 在于表达对佛陀的尊敬 感激与怀念 去染沉静奉献人生 觉悟人生 如此而行 自然附会俱足 心想事成 其二 供养佛菩萨一定要上香吗 不一定 供养佛菩萨方法很多 通常用鲜花和水果 如果条件不具备 仅供一杯清水也行 但是绝对不能用酒肉 来供养佛菩萨 通常用香 花 灯 土 果 乐 六供养 其中之一均可 其三 上香的含义是什么 第一 表示虔诚恭敬 供养三宝 以此示范接引众生 第二 表示传递信息与虚空法界 感谢十方三宝加持 第三 表示燃烧自身 普香十方 提醒佛门弟子 无私奉献 第四 表示点燃了佛教徒的 戒定真香 含有 末世 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疑 佛并不适好 世间大香贵香 但却喜欢佛弟子的 戒定真香 其四 上香求财可以得到吗 答案是不可以 佛经上讲 佛世门中有求必应 关键要懂得其中道理 求财要如理如法去求 燃香成灰 是表示无私的奉献 即佛门所说的不失 这岂是我们 从生求财求福 先要舍财重福 财不失是因 得财富是果 舍是因 得是果 舍得不二 所以 一个人的福报 是自己修来的 不是佛菩萨施舍给你的 佛门常讲 命有己造 福有己求 烧大香就是发大财吗 这纯属以凡夫之心 度诸佛之父 大彻大悟 大慈大悲的诸佛菩萨 又怎会像凡夫众生一样 去在意你大香小香 而分别赐富呢 当然不会 其五 有人一定要上香怎么办 寺院是公共活动场所 一般会限制烧大香 加上节假日人流量多 烧大香稍微不慎 就会灼伤他人 浓烟滚滚 不利环保 也亦引起火患 如此 求福不成 反造无边罪业 一定要烧大香的信众 可将大香交给寺院管理人员 同意安排焚烧 焚烧时 寺院里的法师 也会为你们祈祷 其六 上香礼佛应当许什么样的愿 上香礼佛时 应当心地清净 果能一尘不染 祸福无边 若要许愿 当放弃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的念头 发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之大心愿 则功德无量 佛经上讲 礼佛一败 灭罪和杀 念佛一生 福增无量事也 其七 礼拜佛菩萨 上几支相为宜 上三支相为宜 此表示 戒定会 三无漏学 也表示供养佛法僧 常铸三宝 这是最圆满 且闻名的上香供香 上香不在多少 贵在新城 所谓烧三支闻名香 尽一片真诚心 其八 寺院里供的佛菩萨很多 给每个佛菩萨 都要烧三支香吗 不一定 一般在大雄宝殿前 上三支香就行了 其他各殿合掌礼拜 效果是一样的 当然 也可以按照寺院的规定 根据寺院香炉分布的情况 自行决定 但每个香炉中 不超过三支香为宜 其九 把点燃的香 拿在手上拜佛正确吗 不正确 把香点燃后 应插在香炉中间 其实 如何上香才是正确 上香时 用大拇指 食指将香夹住 鱼三指合拢 双手将香平举至梅棋 观想佛菩萨显现在我们眼前 接受香供养 如果人很多时 将香植树向上 以免烧到他人 然后走到距佛像三步远的距离 举香观想佛像 上香时 以一支为宜 若要上三支香 则将第一支香插中间 口念 供养佛 第二支香插右边 口念 供养法 第三支插左边 口念 供养僧 合掌 供养一切众生 愿此香滑云 便满十方界 供养一切佛 尊法诸圣贤 其十一 香不能叫买 而应该叫请 其十二 自己请自己的香 不能由别人付香火前 其十三 最好用自己的火点燃香 其十四 燃烧香 千万不能用嘴去吹灭 双手紧握三支清香 突然向上方一提 燃烧的火随即会熄灭 千万不能用嘴去吹灭 其十五 举香的高度不能低于下身 举香的高度不得低于下身 把香举至额头一般高 闭眼许愿 然后三拜 一拜右转 面向东方 许愿 然后朝南 朝北 二拜三拜 其十六 用左手燃香 因为右手杀生 拜完后即可将香插到香炉内 注意 应该用左手燃香 因为右手杀生 左手相对来说要平和些 不可往香炉内一丢了之 其十七 女子今妻最好不要上香 其十八 庙里的垫子 中间是给出家人拜佛用的 男人跪拜用左边的 女人用右边的垫子 其十九 在庙里按顺时针方向行走拜佛 其二十 进庙时尽量不要走中间 沿阶梯边缘而上 男左女右 进门时尽量不要走正门 因为方丈们 朝晚课时都是从正门进的 而沙米等从偏门进 所以 为了和寺院一致 大家都尽量应该从偏门进 男左女右 出门时也从偏门出就是 其二十一 不要踩在门槛上 一般寺院门槛坐得很高 进庙门的时候 千万不要踩门槛 门槛是神的肩膀 踩了就是不进 其二十二 去许愿是要还愿的 一年后 无论愿望是否实现 都要回去还愿 如果没许愿光是拜就不用 其二十三 不要在寺院吃荤食 其二十四 寺院通常有经书赠送的 不要忘了请几本 世间之物 还有什么比经书更珍贵的 总之 烧香拜佛 最重要的是要心无杂念 这样才可静下心来 但是 如今很多人都因为世俗 变得越来越浮躁 去烧香拜佛 也只是行事 这样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因此 我们在拜佛时 要注意静忌 用心去拜佛 方可如愿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